天天读圣经 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 不再一样 诗诗记第一章 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与他们争战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犹大对他哥哥心眼说 请你同我到粘究所得之地去 好与迦南人争战 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粘究所得之地去 于是西勉与他同去 犹大就上去 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 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 与他争战 杀败迦南人和比利喜人 亚多尼比色逃跑 他们追赶他 拿住他 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 亚多尼比色说 从前有七十个王 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了 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 现在神按照我所应的报应我了 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在那里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 将城攻取 用刀杀了城内的人 并且放火烧城 后来犹大人下去 与住山地 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 犹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 杀了士塞 亚西曼 踏买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他们去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迦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 江城夺取 我就把我女儿压撒给他为妻 迦勒兄弟基拿斯的儿子 额陀涅夺取了纳城 迦勒就把女儿压撒给他为妻 压撒过门的时候 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 压撒一下驴 迦勒问他说 你要什么 他说求你赐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 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 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宗树城 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 就住在民中 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 击杀了住西伐的迦南人 江城尽形毁灭 纳城的名便叫荷尔玛 犹大又取了迦萨和迦萨的四境 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 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因为他们有铁车 以色列人赵摩西所说的 将西伯伦给了迦勒 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 遍亚敏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遍亚敏人同住 直到今日 约瑟加也上去攻打伯特利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约瑟加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 纳城起先名叫路斯 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 就对他说 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 我们必恩待你 纳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 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 但将纳人和他全家放去 纳人往赫人之地去 竹了一座城 起名叫路斯 纳城到如今还叫这名 马拿西没有赶出博善和属博善乡村的居民 他纳和属他纳乡村的居民 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 以柏连和属以柏连乡村的居民 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 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即至以色列强盛了 就使迦南人做苦工 没有把他们全人赶出 以法连没有赶出住基瑟的迦南人 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瑟 在以法连中间 西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 和拿哈拉的居民 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伯伦中间 成了福苦的人 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 亚黑拉和雅各西的居民 黑巴 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 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 那地的迦南人 就住在他们中间 拿弗塔利没有赶出 博士迈和伯亚纳的居民 于是拿弗塔利就住在 那地的迦南人中间 然而博士迈和伯亚纳的居民 成了福苦的人 亚摩利人强逼淡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 和亚亚纳并杀兵 然而约瑟家圣了他们 使他们成了福苦的人 亚摩利人的境界 是从亚克拉宾坡 从西拉而上 试诗纪第二章 耶和华的使者 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 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乐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约瑟亚打发 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瑟亚在世和约瑟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 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瑟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纳西列 在加石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诸巴利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似为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 似为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事师 事师就拯救他们脱离 抢夺他们人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事师 竟随从叩拜别神 行了邪淫 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得到 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事师 就与那事师同在 事师在世的一切日子 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他们因受欺压扰害 就哀身叹气 所以耶和华后悔了 极致事师死后 他们就转去行恶 比他们列祖更甚 去侍奉叩拜别神 总不断绝挽梗的恶行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他说 因这名违背我 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 不听从我的话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 所剩下的各族 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 为了借此誓言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 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 不将他们速速赶出 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 世诗的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审判者 他也是一个管理者 而世诗记是记载 约书亚死后 三百二十年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那世诗记在记载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按照时间的 发生的顺序所记载 所以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这是按照时间所发生的 并不是这样 世诗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 其实是在约书亚 还未过世之前 所记录下来的事情 从第三章到第十六章 是同一段时间 在以色列这个迦南美帝 各地所发生的 十二位逝世 同时发生的事情 所以不是按照事情的 先后事序所记载的 所以三到十六章 是同一段时间 同时发生在 不同地方的事件 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 又重新在追溯到 约书亚刚过世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 所以读世诗记 你就知道 撒摩尔特别在 记载世诗记的时候 他透过七次的循环 来教导我们 从历史的事件 来明白神做事的法则 什么叫做循环呢 就是当百姓犯罪 然后神惊起仇敌 来压制他们 那百姓忍耐忍耐到一种地步 他们就哀求耶和华 神就为他们兴起事实 然后征战得胜 太平多少年 太平多少年没多久 百姓又犯罪又败偶像 又重新回到了仇敌的兴起 压制逼迫攻击他们 百姓忍耐了好久 又在呼求耶和华 神又兴起事实 又带来一个太平 这样循环 一共循环了七次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神要我们透过历史的事件 来学习到四世纪很重要的三个属灵原则 第一件 那就是当肉体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时候 无论是有再好的领袖 再好的环境 甚至是再好的一个制度 我们终会在这个失败的循环的当中 消耗我们的生命 至终走向死亡 如果是肉体中作王的话 第二个属灵原则 就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最大的难处 往往不是外面的逼迫 最大的难处 是因为我们这个人 逼弃了神 去敬拜偶像 或者是倚靠仇敌 与仇敌和好 这会带来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难处 所以如果我们不晓得 主啊 这个人对我不好 老板对我不好 我的夫妻关系不好 外面的人都对我不好 不是外面环境的问题 是我们里面的问题 最大的患难 往往是我们这个人里面 离开了对神的依靠 所造成的结果 而读四世纪 最重要的第三个属灵原则 就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那就是神的恩慈 良善和祂的慈爱 永不离开我们 你在读四世纪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神发怒 神发怒 这个发怒 是祂要把我们带回到 祂的慈爱的里面 祂的发怒 是要借着我们的悔改 倚靠祂离弃恶行 神就带领我们 进入到祂的圣洁 进入到祂的旨意 进入祂在这个美地的 享受的当中 所以亲爱的家人 读四世纪 不要只有看到 哎呀神好可怕 神发怒 你要看到 神的每一次的发怒 是要把我们带进到 祂永恒 美善荣耀的旨意的里面 所以我们要来看 诗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就看到 这是在约苏亚 在过世之前 所发生的几场的战役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 犹大要去征战之前 去找他的哥哥西缅支派 来帮忙 这不是说犹大找西缅 是指这个犹大的领袖 去找西缅的领袖 西缅支派是当时 十二支派人最少的支派 而且因为他们敬拜偶像 犯了淫乱 所以这个支派呢 他们的地业 是在犹大支派的里面 所以犹大支派要去征战 其实不用过问西缅 犹大支派是最强盛的 他们为什么要找西缅呢 这就是他们晓得 在身体里面一起去作战 他们知道 寻求在身体里的帮助 寻求在肢体当中 彼此的帮补 所以亲爱的家人 在今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 你懂不懂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能力啊 我很强盛啊 我没有问题啊 但我们一起参与服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同行 我们能不能去兼顾那些 比我们还要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邀请他一起来得胜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属灵的产业上面 得胜有余 那第八节到第十六节 就是在他们得胜之后呢 迦勒的女儿 他要结婚啦 就要求他的新婚的丈夫 二陀涅 也就是第一位士师 要来向他的这个岳父啊 要一块好的地 那迦勒就问他说 你要什么 十五节 他就说 求你赐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 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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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这个孩子 懂得向父亲要产业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一件事情 迦勒要神的产业的那个决心 也传承到他女儿 和他女婿的身上 所以难怪 二陀涅成了第一位士师 他们就攻占了 亚纳族人的诚意 所以就这样 西伯伦就夺回来了 成为六座桃城的其中一城 当然他们迦勒 后来是自己住在乡下 这就是表示 你看我们 你就可以看到迦勒真的懂得神的心 迦勒的赐派真的懂得神的心 他们晓得 与迦勒的赐派一起去同行 一起去征战 他们也晓得 要向神要上泉下泉最好的地 因为要了上泉下泉 神就照着春雨秋雨赐福于他们 他们在这旷野地 就仍然可以靠着神的供应 丰富有余 并且把打下来的城 奉献给立位人做逃城 所以迦勒赐派 他们一直拥有的 就是一个懂得去感恩 懂得去赞美 懂得去勇敢 懂得去同行 而且懂得去寻求神 最美好的应许 也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 第十六节是一个伏笔 就是基尼人 基尼人他们离了中树城 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 就住在那个民中 之后跟我们第三章 第四章 彼波拉他们带起整个民众 去攻占那个地有关 这是留一个伏笔 我们先来看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 从十七节到二十节 我们会开始读到整个第二章结束 都会重复一句话 叫做不能赶出 或者是叫做未能赶出 首先你先来看第十九节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你在看第二十一节到三十六节 是讲到变雅米 马拿西跟以法联支派 都重复一句话 都是说不能赶出 未能赶出当地的仇敌 在整个第一章一开始就重复七次 不能赶出 未能赶出 到最后是不但不能赶出 而且还是当地的佳能人 一定要住在这块地上 所以你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你看虽然他们在这场征战得胜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赶出当地的人 而且这一个人离开以后 伯特利这个人离开以后 在那边就盖了一座城 还叫露丝 所以亲爱的家人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露丝这座城 什么叫露丝 露丝就是 我生命当中有些挑战 我有些难处 我就得过且过 我就算了 不过就说点小谎 稍微对这个金钱 比较没有安全感 我就喜欢去 就说一些有的没有的话 不过我可能对这个世界 还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放弃 不过就行神的命令 我觉得也很难遵循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座露丝城 就是在我们征战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的诚意 得过且过 我就放行 以至于在那个地方 不是有一个小状况而已 那个状况已经成为了 一个坚固城 成为一个堡垒 所以亲爱的家人 约瑟支派是一个 有专份祝福的一个支派 是丰盛的支派 而且马拿西伊法连 是在最好的迦南美帝的 一个区域的支派 但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 却留了一个露丝城 而露丝城最后成为两个支派 犯罪离开神的一个开始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在你我生命当中 当我们生命的软弱 如果缺点 甚至是牧掌们 权柄们对我们的提醒 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隐藏面 被曝露出来的时候 求神让我们有个勇敢的心 去把这个露丝城 去征战得胜 以至于我们能够将 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 全然的降服于耶稣基督 二十七节 看到没有 马拿西没有赶出 你再看三十节到第三三节 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 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 三十三节拿福他利没有赶出 前面都叫没赶出 等到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六节 但之派的时候是 就是连弹词派要去征战 都不让他们征战 为什么他们与当地的人 已经成为一个合作关系了 你不要来打我们 我甚至强逼你们 不能够来打我们 这是一个利益的一个交换 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 制服他们生命当中的 一个挑战跟难处 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 所讲的啥种 今生的私欲 钱财的迷惑 还有我们今世的一些的产累 以至于长出荆棘和吉林 当我们的种子发芽的时候 就把这个稻给压制住了 以至于不能够结果 这就是三十四节到第三十六节 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神在第一章 并没有指出百姓的不顺服 而是也有整个环境显明出来 他们并没有竭力去赢得 神要给他们的丰盛恩宠 我们也会常会在这种状况的里面 求神联名我们 神有受赠平 其实是最严厉的审判 是要叫我们能够去看见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在肉体的生活 在情欲的生活 在犯罪的生活 甚至是在我们 与这世界联合的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圣灵好像没有提醒我们 我的里面也没有什么罪疚感 好像等着话语 也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 你要小心了 很有可能 我们正在过一个 没有赶出仇敌 与仇敌一起和好共治 甚至彼此通婚 联婚合作的生活 求神拔除我们里面的路师城 求神救我们 不要成为一个 没有赶出仇敌 以至于之中仇敌 起来胜过我们的 软弱的 失去救恩的基督徒 在第二章 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 神就拆见死者说话 在波金这个地方 第一节到第三节 为什么耶和华的死者 要从吉甲来到波金来提醒他们 因为吉甲是一个滚去 滚去修辞 而在那里与神立约的地方 而到了波金 波金就是一个永不毁坏的意思 就是这个约永不毁坏 所以第一节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主 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在神的那一面 他不废弃他的约 但是在人的那一面 神说你们竟没有听从的话 所以第三节 神给他们的一个审判是什么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乐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人只要不去听从耶和华神 神最严厉的审判 就是任凭我们活在罪 跟活在冲突 活在恶的当中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一定要学会 我们要常常回到吉甲 就是回到神与我们立约的地方 你常常去宣告 去赞美 去祷告 去感恩 神我是被你拣选的 你在我身上是有约的 我也要回应你的约 我相信你的应许要在我身上 那我们要常常提醒 我们在波经这个地方 就是人的约永不毁坏 那我们也光照我们 主我有哪些 我正在毁坏 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约 我没有去听从你的话 以至于我没有去 拆毁我生命当中 偶像的祭坛 我没有去拆毁 我生命当中犯罪的生活 我没有去离弃 我现在错误的关系 我没有去收手 我现在手可能 正在做一些误会的事情 求神怜悯我们 如果神今天任凭 也没有赶出 我们前面的仇敌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 循环的痛苦当中 怎么一件事还没解决 又来一件事 怎么一会儿 孩子出状况 一会儿夫妻状况 一会儿经济又出状况 一会儿健康又出状况 查不出来的疾病 财务一直损失 不管做任何的投资 没有办法得力 以至于我跟人的人际关系 也一直发生冲突 那你就要去思想 主 你是不是任凭我 把我一直放在这种 错误的冲突的里面 错误的环境里面 要提醒我悔改 要提醒我回转 要提醒我离弃 现在的生活 要提醒我 从吉甲到波金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百姓就哭 波金这是哭的地方 众人就在那里 像耶和华先祭 亲爱的家人 这个叫做后悔的眼泪 但不是一个悔改的决定 因为这样的循环 一共出现七次 百姓每次都后悔 百姓每次都有在流泪 百姓每次都有呼求 但百姓都没有悔改 亲爱的家人 我们也会在这种情况里面 遭遇到痛苦了 赶快求神 神一解决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 我在经典上面 有很大的冲突 缺乏 我来求神 我的问题得解决以后 结果呢 我再回到原来的生活 我现在身体有状况 我来赶快寻求神 疾病得医治了 感谢赞美主 我回到原来的生活 这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 百姓放生而哭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这个献祭不是为了要感恩 这个献祭不是为了要敬拜神 这个献祭不是要来尊荣神 这个献祭是为了要解决眼前的困难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四世纪的生活正在显明 今天现在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是要走四世纪的路吗 还是我们要走约书亚的路 约书亚的路是一个得胜 登赞享受应许的路 四世的路就是一个不断的后悔 痛苦 呼求犯罪循环的路 求神怜悯我们 走一条不胜的路 而不是走一条后悔 然后又持续犯罪的道路 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 约书亚在世的时候 百姓仍然侍奉耶和华 但他一死以后 第十节到第十五节 立刻他们就开始去 侍奉巴利神跟亚斯塔鲁 谁是巴利 巴利我们称之为 羽神或者是农业之神 以前以色列人 他们是游牧民族 到了迦南地 不在游牧了 不在各处搭帐棚围区了 他们要住在房子了 他们开始要过一个 农业栽种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神以前是一个 养羊的养牛的畜牧的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到 农业生活了 所以我们要来拜什么 朱巴利 巴利就是农业之神跟羽神 那亚斯塔鲁就是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我们称之为 战争之神 所以怎么去拜朱巴利呢 如果这个地上不下雨 我们就借着去行营 借着行营 让巴利跟亚斯塔鲁 他们在行营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征战得胜 大雨就降下来 胜过了死亡之神 这是整个迦南地的传说 以色列人 他们也开始跟着拜巴利 跟拜着亚斯塔鲁 就寻求生活有保障 按时降雨 我农产品有好的收成 我生活就可以过得不错 亲爱的家人 今天基督徒 有没有过这样的生活 拜巴利跟拜亚斯塔鲁 有啊 拜金钱拜马门 我贪婪世界 我也希望过好一点 我在投资上面 就有一些正确的手法了 我做买卖 我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的手段 我里面有些的欺骗 我里面就对人有一些的讹诈 我们也都在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礼拜天摇身一面 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 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这就是神所说 经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十四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所以抢夺他们 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上 使他们在仇敌面前都站立不住 就像十五节 他们就极其困苦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十六节 一直到第二十三节 循环就开始重复发生了 循环就重复发生了 神这时候就兴起士师 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 抢夺他们之人的手 百姓只有极其困苦 百姓也是哀声叹息 但是百姓没有离弃偶像 百姓也没有去敬拜耶和华 所以为什么会一直在循环的里面 因为他们都在求神解决问题 而不是求神来帮助他们认识真神 这边有说到耶和华就后悔 这个后悔不是说耶和华他很 我当初不该这样子 不是后悔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耶和华就怜悯 耶和华就同情 而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 就表现出他的对人的遗憾 但是神没有放弃 所以他会兴起士师 关键就是在于什么 当神怒气发作 兴起士师的时候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二十二节 试验 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造他们列主 遵行我的道 不肯 关键就在二十三节 耶和华留下各族 不将他们速速赶出 也没有交付约束亚的手 所以你可以觉得 神好像留了一个伏笔 在我们生命当中 留了一个部分 是我好像没有 神没有做完的 神医治我的疾病 还留了一部分 解决了我的困难 但还有一块还没解决 我的夫妻关系好了 但是亲子关系有冲突 我的职场上面好像有顺了 但是跟某某同事 又好像还有一些的摩擦 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 是这么的完全的顺 总是还有留一些的状况 这就是二十二节 跟二十三节 神在试验我们 是否愿意遵探的道而行 神没有赶足所有的仇敌 没有交付在约束亚的手 要试验我们 有没有愿意照着耶和华的道而行 所以四十纪第一章到第二章 全部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当人没有去赶出仇敌的时候 仇敌就会兴起来攻击我们 而我们倚靠神 我们不让肉体做王 不让仇敌做王 我们就能够得胜仇敌 占有这一块地 享受恩典 但如果我们没有赶出仇敌 这是我们要赶的 这不是神要赶 是我们要遵照神的道而行 这是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不是要让我 对所有的环境我去抱怨 我去批评 我去论断 神你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神你不灵 而是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感恩 我愿意赞美 我真真实实地去勇敢地去面对 去争战 就因为这个试验 我愿意遵守他的道 神就为我赶足所有仇敌 让我能够享受加拿美地 所有丰盛 这就是两条路 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 亲爱的家人 我恳求你在神的面前 好好地思想 也好好地祷告 我生命当中有哪些路失臣 我还没有去征战得胜 我让仇敌在那里 经营他的堡垒 在我的生命当中 还有哪些世界的霸占 金钱的诱惑 今生的思虑 仍然霸占着我 在我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罪恶的生活 错误的一些的思想 意念 情感在我的里面 我仍然没有愿意想否改变 在我的情感 在我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轴离关系 婆媳关系的里面 我有没有去看见 如果冲突不断循环发生的时候 我知不知道这是神对我的试验 我应该怎么学会靠着神 从吉甲走到破金 从立约走到不能毁坏的约 我不是只有懊悔 哭泣 寻求神解决问题 而是我真实地来敬拜神 相信神的美意 兼顾我的灵人 起来征战 享受神的大能 您的抉择是哪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